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起三年 我当然知道她的软肋 她最忌讳的字就是胡 既然要分手 那我这个前女友也就没义务维护她那可怜的自尊心 我发过去一串地址 便起床收拾 我见到江琪的时候 只觉得她好像一点也没变 又好像哪里都变了 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眼里 似乎掺杂了很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放下手中的包 说吧 理由 江琪压了压冒言 没什么理由 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 是吗 我玩弄着手指 你这个理由好像站不住脚呢 我将手机递给她 她先是疑惑 看清内容后 眼里写满了震惊 你跟踪我 手机里 分明就是她跟另一个女生去宾馆的照片 这是我来见江琪的路上 收到的匿名短信 我有这么闲吗 我收回手机 江琪握了握拳 你想干什么 要钱吗 我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江琪 只要今天你稍微用点心在我身上 你就会发现我手里的包 便是你的全部身价 我没回答她 两久 我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所以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炎炎 江琪垂下眼 我已经二十三岁了 她可以带给我更好的资源 我不想混不出头 原来 是为了钱啊 江琪啊 江琪 你真是愚蠢的可笑 我认识她时 她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少年 带着梦想满怀憧憬地进入娱乐圈 我也曾天真的以为 江琪永远不会被这圈子所染指 永远会是我记忆里那个干干净净的少年 现在看来 什么梦想不梦想 最终还是会败给现实 已经二十三了 我告诉你 你才二十三 你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拼搏 而不是凭借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下三滥 他能给我的 你行吗 你以什么立场来教训我呢 梦言 我没说过 拿起包转头就走 再见啊 前男友 行不行 你看着就知道了 我一声不吭地回到家 哟 这不梦言吗 几天不见这么拉了 我看向在一旁打游戏的弟弟 梦聊 你姐失恋了 你还这么调侃我 失恋 梦聊跳了起来 江琪敢甩你这母老虎 他人没事吧 说什么呢 我一撩头发 是姐甩了她 梦聊没说话 但她的头上飘过一串弹幕 我不信 别告诉爸妈呀 我示意她近身 梦聊连忙点头 晚上 当我看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的爸妈时 我就知道 不该相信梦聊 过来 爸爸敲了敲桌子 听别人说 你被甩了 别人此刻正坐在我旁边 美滋滋地吃西瓜 爸爸气场太强了 我瑟瑟发抖 正准备说话 他一敲桌子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甩我女儿 他甩给我一张卡 五千万 搞他 梦聊傻了 爸 不带这么穷养儿子抚养女的呀 谢谢爸爸 我正准备接过 卡却被他输然收回 有个条件 爸爸咳嗽了几声 看向妈妈 什么 妈妈亲了亲嗓子 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 去相亲 什么 我人傻了 妈妈无视我的反应 宋林 记得吧 当然记得 就是那个和我订了娃娃亲 但欺负了我十年的冤种竹马 他从国外回来了 我看着娃娃亲也该做数了 我一咬牙 行 大不了走个过场 再贿赂一下宋林 我找人调查了那个和江崎进宾馆的女生 原来叫简儒啊 很不巧 她是简视集团的千金 而简视集团主要依靠我们的投资 看来 事情远比我想象的有意思 我要到了简儒的微信 将她约了出来 开门见山 和江崎分手 或者公司垮掉 你选一个 简儒愣了一下 随后笑了起来 你就是江崎的前女友 你得一想正了吧 你知道江崎有女朋友吗 有又如何 简儒脸上写满了傲慢 我能给她想要的 而你只是平民 所以她选择了我 懂吗 我被简儒气笑了 怎么会有人把之三当三 说得这么有理 好的 简小姐 下次见我向她挥手 简儒不谢 放心吧 没有下次了 我离开了包间 正准备下楼 却被一双手拽了过去 不会是色狼吧 就 对方捂住我的嘴 喊什么呢 小哭包 听到这称呼 我连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是宋林 毕竟只有她会把我欺负到哭 到最后还会笑嘻嘻地喊我 小哭包 我仰起头看她 七年不见 她怎腰长得这么高 宋林长了不少啊 那当然 她骄傲极了 185.7 听说你被甩了 不到一天的时间 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 梦辽 我谢谢你 宋林还是一样没个正经 叫声哥 哥帮你报仇啊 少频了 我白她一眼 拨通了电话 陈叔吗 我是妍妍 我想问一下 我们跟简氏那边的合作 什么时候终结 四日清晨 我被简儒的电话吵醒 我烦躁地揉了揉眼睛 接通了电话 简儒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 是梦言吗 是你做的吗 我做什么了 我一脸无辜 我只是一个平民啊 可以见一面吗 我打了个哈欠 你凭什么觉得 你能把我约出来呢 不是简小姐自己说的吗 没有下次了 简儒顿了一下 求你 我特地提出了我那辆法拉利 戴上墨镜 简儒站在咖啡厅门口 气场明显比昨天弱了不止一点 她扯了一下嘴角 果然是你 我摘下墨镜 像昨天的她 看我一样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说吧 什么事 能不能不撤投资 凭什么 我把江琪还给你 行吗 公司是我爸 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 我不能让她毁在我手上 把江琪还给我 我还嫌脏呢 简儒咬了咬唇 那你想怎么样 把江琪叫过来 分手 我倒是能考虑放过你 半小时后 江琪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宝贝 找我什么事 而我 坐在不远处 听着他们的所有对话 江琪 分手吧 江琪连声音都带着不可置信 为什么 你还忘不了你的前女友 对吗 这是我让简儒问的问题 江琪果然没让我失望 她猛地抓住简儒的手 不是啊 小如 我早就不喜欢她了 我是真的喜欢你啊 去掉滤镜后 江琪原来也同样用俗 我放下咖啡 戴上墨镜 走过江琪身边 梦言 我没回应 静止走了出去 江琪追了出来 梦言 是不是你跟小如说了什么 我冲她一笑 手撑着法拉利 江琪 好久不见啊 她脸色一变 梦言 弄脏了那辆车 你赔不起的 是吗 我甩甩手中的车钥匙 可惜 我好像不需要赔呢 简儒也追了出来 她拽住了江琪的手 别说了 怎么可能 江琪甩开简儒的手 一个箭步过来扯住我 你不是一般家庭吗 对啊 一般家庭 一亿的亿 江琪 你猜去年梦氏集团 为什么会突然投资 你这小壶开一部戏 你再猜猜 我为什么信吗 江琪的手越抓越紧 像是要将我的手腕捏碎 我醋了醋眉 却怎么也挣脱不开 一只手过来揽住我的肩 江琪一愣 条件反射般松开手 你就是江琪 宋灵将手搭在着我的腰上 长你这样的 都能混娱乐圈 那我不得是个影帝 我尽量憋住不笑 宋灵瞥了我一眼 你也真是 那么多 富二代排着队追你 你就选了这么个玩意 江琪眼睛都红了 孟严 你无缝衔接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我无语 你是怎么好意思说我的 我没再理他 做到了副驾 宋灵顺其自然地 接过我的钥匙 充当我的临时司机 就这么放过他了 不拘待言什么的 他哪有待言啊 十八线胡咔一个 我揉着手腕 不过说起来 去年我投资他的那部戏 这段时间应该就少了 宋灵突然停下车离开 没一会 他拿了一瓶药 拉过我的手腕 小心翼翼地涂抹 光柔哪管用啊 最后 他对着那块瘀青处 吹了两下 凉丝丝的 之前在幼儿园的时候 我走路不稳 总是摔倒 他也是这样笨拙地 给我贴上窗壳贴 然后擦掉我的眼泪 不哭 吹吹就不疼了 我突然脸色爆红 别扭地转过头 在车窗的倒影里 宋灵嘴角似乎挂了一抹 若有若无的笑意 晚上 刚躺在床上的 我被梦聊的大嗓门 吵得差点跳了起来 孟严 你前男友阴魂不散啊 什么什么 我连忙竖起耳朵 他在门外 站着淋雨呢 将其打听地址 倒是打听得很快 关我什么事 我自顾自地玩着手机 这时候 不怕被人认出来了 严严 将其发消息给我 可以出来一下吗 我看得心烦 干脆拉黑删除 孟寥 扔给他一把伞 孟寥调侃侃我 哟 还爱着呢 我白了他一眼 想什么呢 怕他晕倒讹人 这一觉睡得格外香甜 果然没有了男人 就等于没有了负担 我伸了的懒腰 刚睁开眼 就被面前的妈妈 吓得无紧了被子 别睡了 妈妈掀开我的被子 今儿去跟小宋吃饭啊 几小时候 我坐在宋林的对面 尴尬不已 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 以朋友之外的身份 坐在一起吃饭 你吃啊 宋林家给我一块肉 我嫌弃 宋林 不用公快啊 宋林别有深意地 看了我一眼 这有什么 某些人的妈妈可是说 她的女儿非我不嫁呢 我差点噎死 谣言 都是谣言 宋林 我还没说是谁呢 这事还得从幼儿园说起 因为每次我摔倒 宋林总会过来给我呼呼 年少懵懂得我大放厥词 妈妈 我以后一定要嫁给宋哥哥 也不知道怎么着 宋林上了一年级后 就像黑话了一样 天天欺负我 我哭着对她说 你再也不是我的白马王子了 好嘎 我连忙将肉塞进嘴里 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黑历史 宋林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桌子 宋爱 不许提这件事了 我捂住耳朵 再滴了黑你 待不下去了 宋林包了一堆小龙虾 放进我碗里 吃吧 小龙虾 又龙又虾 哪龙了 宋林一本正经 捂住耳朵 不是龙吗 看得上江崎不是虾吗 回到孟家的时候 我憋了一肚子气 从小到大都能被她压一头 偏偏我还反驳不了 妈妈连忙上来招呼 小宋啊 回来了 宋林装乖 阿姨好 妈妈笑呵呵的 怎么样 跟我们家妍妍相处的还好吧 我连忙充宋林实眼色 妍妍也很开心 对吧 宋林突然看向我 我溜也不是 处着也不是 只能硬着头皮 对呀妈妈 好不容易熬到宋林走 我常呼一口气 妈妈喜滋滋地 跟宋林妈妈打电话 红月呀 我看咱这亲家 吻了 真是一对好亲家呀 如果主角不是我的话 百般无聊 我刷着热搜 我投资江崎的那部剧 赫然挂在热搜第一 点进去 几乎全是原著粉青一色的骂声 江崎的微博评论区更是直接沦陷 明日开播 期待一下吧 江崎 从云端掉进泥潭的感觉 应该更好吧 次日晚上八点 我准时趴在手机前 宋林发给我一串盲址 我奇怪 你不会让我给你点拼多多吧 对方回了一串省略号 你被盗号了 孟严 你脑抽吧 从这里点进去看剧 不共现播放量 我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有道理 一个量也是量 我抱着临时看剧 不得不说 江崎的演技是真的烂 几没弄眼的 偏偏她还傲得不行 总认为自己是冲着影帝去的 谁说也不听 久而久之 我也就懒得说 维护一下她可怜的自尊心 弹幕果然没让我失望 几乎全都是骂男主角的 但无奈剧本好 加上将其研制加持 她还是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直接跻身二线 宋林问我 就这么看着她顺风顺水 怎么可能 你知不知道 爬得越高 摔得越惨 宋林笑了 丧心病狂啊你 其实 宋林顿了顿 这次找你是有任务的 什么 孟叔叔让我带着你在公司实习 我怎么不知道 宋林理直气壮 孟叔叔说了 先斩后奏 我抬头一看 不知不觉 已经走到了宋林公司楼下 我转身就要跑 宋林揪住我的衣领 凑近我 叔叔说 在我的公司实习财工 平 好一个公平 宋林向我介绍了公司的基本情况 我听得迷迷糊糊的 宋林猛地一拍 你的办公桌 你有事吗 我真诚发问 你怎么不直接把我桌子 放你桌子旁边啊 这个位置 这个角度 几乎我一抬头 就能透过玻璃门 看到宋林 宋林认真思索了一会 如果你实在想 也行 我真是服了你 这个老六 梦设计师 开始吧 宋林敲了敲我的桌子 下个月跟我们公司一人同台的 可是江琪呢 宋林成功点燃了我的斗志 和江琪恋爱时 我下定决心 要为她设计一款 独一无二的项链 物是人非啊 我现在居然成了她对家的设计师 不过 她活该 小颜呢 红月阿姨火急火燎地跑来 手里还拿着一个盒子 引起了其他员工的频频注视 阿姨好 她将我拉进宋林的办公室 叫什么阿姨呀 叫妈 嗯 阿姨你是不是误解 红月阿姨打断我 快看我给你做的排骨 趁热吃 宋林痛心疾首 妈 我的呢 阿姨瞪了她一眼 男孩子家家的 吃什么饭 阿姨走后 我笑得前仰后翻 宋林你也有今天啊 宋林夺走我的饭盒 我妈说了 只有家人才能吃她做的排骨 我气急 借口 那我不吃了 宋林突然加了一块排骨塞进我嘴里 赶紧吃吧 吃不死你 看着那堆排骨 我突然有了灵感 要不设计个排骨项链吧 宋林盯了我许久 春夏时装发布会 不是食品发布会 你怎么跟以前一样贪吃 不懂创意 不懂创意 我三两下炫完了排骨 还好心地留给她两块 工作去了 祝您用餐愉快 我想 宋林的眼神一定能杀人 第二天早上 我还是被妈妈咬醒的 你在睡 起来上班了 我猛地蒙住头 妈 我们家要破产了吗 破什么产 那我为什么要去 宋林他们公司上班啊 妈妈冷哼一声 培养感情 好一个培养感情 我认栽了 乖乖起床上班 看到宋林的车时 拿着韭菜盒子的我 默了默 宋林摇下车窗 不上吗 车内 我局促不安地 捏着韭菜盒子 你怎么来了 你以为我想来 宋林握着方向盘 我妈逼我来的 说什么培养感情 他俩商量好的吧 宋林盯着我的早餐 吃吧 我又不嫌弃你 末了 他补了一句 顶多从车里 给你扔下去 韭菜盒子怎么了 韭菜盒子无罪 我故意咬了一大口 宋林没说话 将他的手机递给我 看清内容后 我差点没被噎死 那 你的江崎采访视频 合集 什么鬼 我推开他的手 宋林推了推眼镜 细数了江崎街道的 所有代言 以及综艺和剧本 我目瞪口呆 你不进娱乐圈 可惜了 你是不是也觉得 我很帅 我 我说的是这个吗 梦设计师 他突然开口 是时候搞他了 微笑珠宝吗 我是梦氏集团的梦言 对 我想请你们换代言人 宋林 你还真是说搞就搞 加了负责人微信 聊了几句后 对方很快跟上层对接 几乎不到一小时 便同意 与江崎解除合约 宋林看向我 效率还挺快 我爸入了股 微笑珠宝当天晚上 就发了与江崎 终止合约的声明 这对事业正红火的江崎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尤其是在品牌方 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 外界的各种猜测 自然接踵而来 他不会是犯事了吧 不会吧 钢粉上就要他防了 谁知道呢 娱乐圈水这么深 尽管江崎方很快就发布了声明 但网友和营销号并不买账 谣言甚至愈演愈烈 江崎 既然你是一颗新星 那不如 就由我亲自让你陨落好了 你在娱乐圈的路 也就到这了 哎呀 我烦躁地扔下笔 草稿揉了一团又一团 还是没能画出 让我满意的设计图 宋林似乎察觉到了 我这边的动静 走过来将手撑在我桌上 大小姐 怎么了 我抱住头 我设计不出来 要不你们另请高明吧 宋林说风凉话 哟 也不知道谁信誓旦旦地保证 能让白风咽压江崎呢 白风就是宋林公司 最近力捧的艺人 很好 我重新拿起笔 走着瞧吧江崎 宋林扔掉我的笔 别画了 吃烧烤 被宋林带到熟悉的烧烤摊前 我抽了抽嘴角 初中时我跟妈妈吵架 一个人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蹲在大门口哭 宋林恰巧路过 笑话了我半天后 才良心发现 走啊 带你吃烧烤 她的出现 好像雪天里的一把火 我一边往嘴里塞烧烤 一边哭着冲她表白 宋林 还 还是你好 我连孩子明都 想好了 呜呜呜呜 就叫宋 宋爱言 宋林漫不经心地扫了我一眼 我才不娶爱哭鬼呢 想什么呢 宋林敲了敲我的头 吃啊 啊 哦 我连忙回神 说起来 宋爱言现在应该八岁了吧 我差点把刚喝下去的饮料 喷她脸上 再提 就不礼貌了 宋林慢条斯理地咬了一口烤肉 倾笑 梦言 莫非定律听过吗 目的性太强 反而不容易做好一件事 你的目标 是追求更好的自己 整垮江崎 只是顺手 我垂下眼 宋林 在 你平时看起来傻傻的 没想到是大智若鱼啊 我盯着天空发呆 月亮 月亮还是月亮 但陪伴她的星星 却不知已经去往了何处 凌晨 江崎打来了电话 颜颜 我们谈谈 可以吗 江崎 我跟你还有什么好谈的 微笑珠宝的事 是你做的吧 事又怎么样 一阵沉默后 江崎突然哽咽着开口 颜颜我 我不怪你 我知道你恨我 但我现在已经有能力 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中 对自己的惩罚中 颜颜 我真的离不开你 回来吧 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忍不住醋眉 你好意思怪我 所以 你不会是所谓的 给我更好的生活 才去卖身的吧 江崎没说话 但我能猜到 她的脸色 一定极其难看 江崎 该说不说 你是靠我投资的细火的 我能捧你上去 自然也能让你摔下来 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你也不想 明天热搜市 当红小生江崎 骚扰前女友吧 再说 我的男朋友是宋氏总裁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为了你 放弃她呢 不到三秒 江崎就挂断了电话 宋林 我画出来了 一轮弯月顾着星星 月亮给了她空隙 星星却无法逃脱 怎么 星星代表江崎 倒也不全是 我收回设计图放进包里 等我再改改好了 刚和宋林走到公司门口 撕个一声 我便陷入了天昏地暗 耳边嗡嗡地 报警 救护车 去死之类的词汇 一股脑涌入我的脑海 将我炸得久久不能自已 身上传来密密麻麻的疼痛感 是我快要死了吗 那 宋林呢 我拼命想睁开眼看一看她 但却怎么也没有力气 不知过了多久 医院雪白的天花板 才在我眼中渐渐浮现 妈妈紧紧握着我的手 炎炎你可算醒了 我扭头看下妈妈 宋林呢 小宋 她在隔壁 我站在她的病房前 久久不敢推开门 愣着干嘛 进啊 是宋林的声音 她的面色苍白了许多 胳膊上缠了很长一段绷带 我拼命憋回眼泪 才没让她掉下来 疼不疼啊 我想起来了 那一瞬间 宋林护住我 用胳膊挡住了本音 泼在我脸上的硫酸 对方是团伙作案 另一个女生不死心 一边叫嚣着去死 一边将手中藏满针的袋子 罩在我身上 只要我一挣扎 针便会深深刺进我的皮肤 你哭什么 我又没死 宋林拍了拍我的头 坦白讲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 但就是收不住眼泪 这么爱哭 你倒是赔偿我呀 我哭得更厉害了 你比我有钱 我怎么赔 宋林倒是认真了 她伸出那只没受伤的手 缺个女朋友 你要不要赔 我快速抹了一把眼泪 才勉强看清宋林的样子 你再说一遍 宋林还没说话 我又打断她 抓住她的手 同意赔偿 好的 女朋友 下午 我去了一趟警局 不知是谁在网上 传了一段视频 现在的热搜第一 赫然是江琪前女友拜金 视频里 江琪抓住我的手 我却甩开转身上了法拉利 更要命的是 宋林还是那个司机 在外人看来 好像是我甩了江琪 找了个有钱的金主 有点离谱 但不知道从何说起 而那两个嫌疑人 正是江琪的私生犯 那女人好像发疯的野狗一样 冲着我叫 你算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江琪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另一个女人相对来说比较安静 但也没正常到哪去 她柔柔地说 我最爱江琪了 为了她 杀了辜负她的前女友 又算什么呢 我听得汉毛直立 警察让我出去 犯人情绪不太稳定 请您先到外面坐 警方目前还未找出视频的来源 但江琪工作室晚上 发了一条微博 却让我猝不及防 她放出了那晚和我的电话录音 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的男朋友是宋氏总裁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为了你 放弃她呢 并配闻 过往已成云烟 往后一切祝好 指向性很明确 尽管宋林第一时间 派人处理那些词条 但他们依旧会造出 新的协议词条 什么是阴阳两距 资本的力量啊 可怜我家江琪了 遇上这么个拜金女 拜金女 资本 他们到底知不知道 我才是那个资本啊 我翻着微博向宋林吐槽 他们编的故事 都快有一百个版本了 什么我向总裁投怀送报 什么我看江琪火了求复合 还有什么 我跟江琪他兄弟有一腿 宋林单手支着下巴 第一条好像没说错 谁投怀送报了 你趁虚而入好不好 宋林一脸无辜 算了 提上裤子不认人了呗 不久后 警方查到了视频的来源 对应的ID是一个狗仔团队的账号 余地小豪 我知道他 总爱拿一线明星当噱头 最后报的却是明不见经传小虎咖的料 视频是之前拍的 估计他们也没想到江琪突然就火了 天时地利顺水推舟 孟小姐 我们怎么做您才能满意呢 我甩出江琪和简如开房的照片 一个月后 报 小豪眼睛都直了 想白嫖 我推了推墨镜 一切收益归我 别想浑水摸鱼 我查得到 孟小姐不缺钱吧 怎么 要不我们算算 你偷拍我 恶意引导不识言论的账吧 你也知道 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管你团队不团队 我将照片甩到他身上 转身离开 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 宋林吊着一只手 你在墙上 哟 挺豪横嘛 我示意他近身 大人说话 小朋友不可以偷听哦 他笑得漫不经心 梦言 觉得我受伤了就不行了 我摸了摸脸 说什么呢 真是 不正经 发布会当天 我在后台看到了江琪 他蹴了蹴眉 朝我走来 你怎么在这 我连忙后退了一大步 别过来 我怎么敢和顶流同框呀 江琪居然也不害臊 先按理得地 接受了顶流的称呼 录音那件事 是公司逼我做的 你要相信我 我靠在桌上 仰着头看他 江琪又当又立第一人 你用网络暴力来警告我 你看我像冤种吗 还有 你的私生粉伤到了我的男朋友 已经坐大牢了 你猜猜 我会让谁买单 我没再理会江琪 做到了观众席 很快就到白风上台了 怎么说呢 他今天穿得格外的扫包 尤其是在灵口大开的情况下 看什么看 宋灵捂住我的眼睛 我也有 我拿开他的手 我看我项链呢 宋灵一脸怀疑 需不需要我给你买个显微镜 白风表现很突出 面对镜头格外从容 这次我选择的主题是星月 这条项链出自我思梦言梦设计师之手 镜头立刻对准我 我站起来鞠了个躬 以示感谢 大屏幕上映出我脸的那一刻 我身边传来了各种窃窃私语的声音 江琪事件的女主 啊 那她旁边的那个 还用说金主呗 记者将话筒递给我 我大大方方接过 大家好 我是梦氏集团的梦言 也是宋氏的实习设计师 作为家中独女 我觉得我有义务代表公司 将光亮和温暖传递给大家 设计这款项链的初心 也是希望大家都能找到 自己心中的那个月亮 在以后的日子里发光发热 在短暂的鸦雀无声中 宋明率先鼓掌 随后 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江琪脸色很难看 到她出场的时候 她冷着一张脸 像是主办方欠了她钱 很快 江琪全程冷脸白风帅两个词条 就被顶上热搜 与白风的一片夸赞声相比 江琪的画风截然不同 也不红 倒是爱飘 一天的好心情 在看到臭脸时结束 天热 本来就烦 我一边刷着评论 一边忍不住笑 宋林握了握我的手 今天你好像忘了 加一句自我介绍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什么 宋是老板娘 我老脸一红 连忙转移话题 白风怎么认识我 我是她老板 你是老板娘 谁能不认识 得 这话题是过不去了 在我的助力下 江琪的娱乐圈之路走的是畅通无阻 当然 是走下坡路的那种 她合作的所有品牌 一夜之间都和她撇清了关系 定下的综艺和电视剧 也临时换成了其他明星 可我忘了 江琪有一堆忠实的粉丝 江琪这是挡了孟子本家的路吧 不多说了 大家懂得都懂 钱真是个好东西 我挑挑眉 超能力 没办法 小豪按照我的指示 曝光了那张照片 还有所谓圈内人匿名推波助澜 江琪本来就是靠钱规则上位 匿名大哥真给力 一出手就是十几张 他和不同女人出入场所的照片 宋林凑到我身边 夸我 我有些惊讶 你做的 那当然 宋林脸上写满了球表扬 他要是没做过 自然不会被拍到 也对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之前那张匿名照片 宋林不说话了 良久 他才嘟囔一句 这不是觉得你遇人不输吗 那现在遇到了吗 强倒众人推 江琪一出事 各行各业的人都要出来踩他一脚 围绕着的无疑是耍大牌 睡粉不尊重剧组人员 潜规则这些事 前段时间就有品牌和他解约 果然一切都是有迹可循啊 我看微笑和他解约那段时间 传的那些绯闻也是真的吧 微笑 人间清醒 果然人红必会飘 虽然他还不是很红 风沙吧 祝江琪胡穿地心 江琪粉丝大量脱粉 但还是有不少顽固派表示 相信他 我这个前女友 自然也被拉出来鞭尸 时不时被他的粉丝骂两句绿茶 于是我洋洋洒洒 写了几千字的小作文 控诉了江琪在这段感情中的不忠 以及他的出圈语录 我已经二十三岁了 网友们纷纷在江琪的评论区造句 热搜前十 基本都是江琪的名字 我想 这一定是江琪最红的一天 让我意外的是 简如发了个小作文 承认照片中的是他 声明我是被江琪背叛的那一方 热心网友一边骂他小三 一边建了个词条 心疼梦言 我虎曲一阵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不需要心疼 梦聊发了个朋友圈 全世界都在心疼梦言哈哈 我 好丢脸 意料之中 江琪很快就打来了电话 梦言 他哽了哽 你真的这么狠吗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眼看他起猪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 楼他了 我们在一起三年 你一定要毁了我 连这点情分都没了 少打感情牌 我嗤之以鼻 若是你自己选的 你早就和你的梦想相悖而迟了 毫不夸张地说 正是他亲手将他的大好前途推远了 宋林拿过我的手机 跟他说什么 凉透的黄花菜而已 他挂了江琪的电话 还贴心地拉入了黑名单 我靠在宋林怀里 小心眼 给我吹头发 宋林的手指 在我发间穿梭 凉久 头上没了动静 我忍不住睁开眼 宋林正将一枚戒指 往我手上套 我定睛一看 是我设计的那款 干嘛 我刚准备起身 宋林眼几手快 将它精准套在了我的指尖 有你这样求婚的吗 宋林一脸疑惑 只是送你个礼物而已 怎么 你进度还挺快 我低头看戒指 转移话题 怎么心悦之间 还加了个小星星 宋林突然翻了个身 撑着头笑 送爱言 宋林问我 以后我做月亮 守护星星和小星星 好不好 我答 好 宋林 其实你才是星星 而我想把你摘下来 永远在我身边